上次聊過的,其實已經很興奮了 說完了,可以走了 但是困難了,其實我們還未說到你們的難處 因為無論你們在劇情的複雜度 你們拍攝的環境、國家 其實你們有很多境外的拍攝 還有在平時不會做到這樣的場面的地方 我相信香港申請爆破已經很難 你還要去外國教 人生路不熟 有否在這方面的困難 最大感觸也是 有,John 因為在劇情上 在度劇本的時候 我們已經設定了一個地方 我很想去,這就是西班牙 不是因為很想去拍攝他的風情 亦不是拍攝環雨風情回來 我覺得只是拍攝旅遊節目的感覺 有些人穿穿插插 其實對戲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我一直看中了西班牙的 一個叫賓牛節的狀況 不僅是因為他這麼瘋狂的包裝 是很配合劇情 亦是跟我們後面的劇情 大家主角與主角之間的一些大廝殺場面 大鬥爭的場面是很配合的 所以我很堅持想去西班牙的地方 大家一說去西班牙 其實已經覺得很困難 例如說可能是預算 不論是預算 無論是申請 甚至當地製片公司的製作公司 其實接到我們這樣的請求的時候 其實亦有一盆冷水淋下來 因為他們告訴我們 過往真的… 譬如你看見賓牛的電影 甚至小片 他們說是在其他地方拍攝的 他接到另一條街 在其他地方拍攝的 牛和車分開 牛和人分開 但我覺得我和前度有一個很共通的地方 就是我們需要將港產片 一種最真實的精神 入獄 呈現給觀眾看 要感受到它 對 要感受到那件事 因為現在看到很多 譬如說打到很精彩的英雄片 沒錯 它是很精彩的 但會少了 你會替那個角色 有種痛的血肉感 所以我們就很堅持 但是西班牙那邊 最初覺得我們這個想法很瘋狂 但是慢慢經過了 我們一步一步的溝通 他們開始發現一件事 就是原來我們香港的電影人 對於動作的安全意識 其實原來很高 慢慢再溝通的時候 就多了很多層的互信 然後就是由他們完全不敢碰的 一個這樣的 賓牛、飛車、動作場面 真真正正實情 還要在一個真實的賓牛路線 在潘普洛立這條真實的 真實的路線 封了幾條街去做 是很難 例如現場觀眾也不可以進入裡面看 還是怎樣 這個可以的前度可以看 因為我們封了一條路 我們最大的任務 都是要呈現活化一條街 不可以喪屍氣 所以我們也請了很多臨時演員 還有一些專門在賓牛捷舉 叫WONNER 就是專門被追牛或被撞的人 我們加上香港又調動一些武師 那邊又調動一些西班牙的武師 所以我們是有很多難度的 難度就是甚麼 譬如剛才Jackson說過的外國電影 例如開尼火電影 他們的爆炸可能在現場不需要 那些人做過反應 在後期的CG製造出爆炸 但為何我們仍然要堅持人家說出來 好像這群香港人很傻 還真的在現場爆炸 但我們這幾十年 我們香港動作電影仍然可以撐住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風格 所以我們要在潘普洛納和法塔利亞 這兩個真正的斃斗路線 我們要呈現 真的牛和人是要接觸的 然後我們要考慮 牛未必可以聽我們說 說停就停 一吞的時候它不會停 所以我們僅如有多少次機會 可以拍到牛奔走的情況 我們要拍到我們需要的東西 不單是人和牛 牛和車 所以這就是我們最艱苦、最難的地方 亦要令西班牙人的組織 明白我們要做 而且要做到 所以經常說 我們要用一個很安全的辦法 拍一些危險的動作 嗯 PIPIC Channe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